大家好,我是Dan 歌手勇俊宁针对穷俊宁去聊主争议 再次发文道歉了 6月12号,勇俊宁在埃及发文 我是勇俊宁 那时的我确实愚蠢且犯错 我没有究中错误的情况 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选择 在过热的谴责中,我感到害怕 不想因为自己给公三成员们带来伤害 我下定决心选择了退出这个我多年奉献 一切都在的非常珍贵的地方 在个人短信中 没有任何解释的收到了一段黑色画面的影片连接 在确认之前,并不知道那是什么 也不知道他的意图 原本我可以说,停下来这是错误的 但我没有成为那样的人 而是轻描淡写的忽略了他 然而,如同我当时所说的一样 我从未进入过那个群聊组 也没有参与过那些令人厌恶的事件 几年来,媒体和很多人都认为我是那事件中的一员 并且是群聊的一部分 消费了非法拍摄的影片 我对不失的部分进行了解释 但没有人听我说 任何报道中都把我当成了与他们是一样的人 我没有勇气再次提起过去的事情 只是希望他能过去 这段时间里我选择了逃避 即使受伤并留下疤痕 我也会忍耐和坚持下去 恳请大家 我真心希望我所爱和珍惜的家人 朋友还有支持我的粉丝们 以及所有的人都不要受到伤害 大家还有许多记者们 我会深刻反省过去未能纠正的事情 以及愚蠢的行为和言论 每天努力成为一个成熟的人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你以为大家都忘记了吗 为什么现在才来改口 因为在卡扣托上点击观看了非法影片 就对他扔石头 真的有很多人能这样做吗 这并不是说他的行为是对的 或是应该这样做 只是朋友发来的影片 在那种情况下 会有多少人能举报自己的朋友呢 对受害者一句道歉都没有 只是在表达自我怜悯和支持自己的粉丝们 看来真是很明显的动机 与那些一句道歉也不说的家伙们相比 我觉得他还算好的 犯了罪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的人也很多呢 对于勇俊俊的道歉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男团BAP要回归了 6月12号 BAP的所属公司上传了成员 彭庸国传地人 愚英杰文君欧的预告影片 在影片中成员们说到 等待我们的粉丝们 我们终于聚在一起了 希望大家多多期待 2012年出道的BAP原本是6人组合 但目前潜罗正在挡兵 而勇俊则因为性犯罪正在打官司 哦 疯了 疯了 哇 真的是最可惜的组合之一 太好了 如果连潜罗都在的话会更好 不管怎样都很期待 前公司已经完全倒闭了 所以不会再被拖累了吧 希望他们能再次成功 KPOP老粉们应该知道 BAP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惜的团体 所以希望BAP能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下个小学是 庞探苏南成员机 在全球粉丝们和成员们的热烈祝贺中退伍了 当天正在伏编音的庞探苏南成员 都利用假期聚在一起了 接受祝贺花束的金 一次与成员们拥抱问候 正在军乐队服役的RM 用Sexpoint亲自演奏表达了对金退伍的喜悦 演出了非常好笑的场景 让退伍的人自己孤零零零的站着 真是太好笑了 不是汉青 是其他成员们彼此在拥抱 大家各自忙自己的 这才是旁谈 阿联方背景音乐的样子太可爱了 真的希望他们未来能离开公司后 他们自己能够幸福快乐的飞翔 看到这张照片后 马上就想到了RM这次的专辑名 Right place wrong person 再次祝贺金的退伍 字幕志愿者 杨栩与会